2015年,微博上出现一张剧照,只见一男一女正在壁东。 导演警告马天宇, 你最好小心一点,刘涛的满嘴牙齿可是花了三百万,一颗大约就要四万元。 随即,刘涛的老公也是站出来表示, 轻点作,他前几天刚制的鸭,没想到这姐弟恋闹得丈夫都出来打去, 而这也是拉开了一段段孽缘,有因碧有果。 娱乐大爆料,每天爆猛料,欢迎大家订阅,留言点赞哦。 1978年,尤涛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普通家庭, 他是属于超生的孩子,一生下来就被送去了外婆家带, 直到上小学的时候,才被父母接回家中。 之后,又父母又因为感情不和,导致离婚, 他便只能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了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刘涛也非常懂事, 经常做家务,减轻爷爷奶奶的负担。 一学会自行车,就开始帮助家里换煤气。 尽管生活过得很为艰辛,但刘涛却没有丝毫地抱怨, 只是在那默默地做着一切, 也正是因为从小的经历,让再在多年以后吃下了难以言语的苦楚。 1993年,还在读高二的刘涛,被选到了南京军区文工团, 成为了一名文艺兵。 这一年,他才15岁,就踏上了改变命运的道路。 反观李伟宁,却已经成立了律师事务所, 看着金庸武侠小说,为日后撩妹积累丰富的技巧。 谁都想不到,这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两人, 竟然在不久后,竟然会不顾一切地纠缠到一起, 留下了一段孽缘。 只是他没有想到,自己的军旅生涯,竟然会和猪挂钩。 文艺兵,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, 每天没有在舞台上尽情地释放自己, 反而还要训练,挑水喂猪,种菜等等。 尽管他和猪打交道,但早前的照片流露出来,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, 痣嫩的脸庞,却透露出了美人胚子的气质。 但后来和预期不一样后,刘涛没有选择留在部队, 他也是选择踏入社会。 三年后,他选择了退伍,彼时已经18岁的他, 也是感到迷茫,没有什么技术,又没有学历。 不甘平庸的他,更是选择了自费去上大学,读法律专业。 本以为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学历和专业, 但拿到毕业证后的他,却成为了他自卑的资本。 还是觉得自己和别人比差了太多。 即使多年以后,他也是对此感到耿耿于怀。 虽然没有好的学历,但长得好看就是资本。 落落大方且气质十足的刘涛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 踏足到了模特界,接拍了不少的广告。 凭借那高颜值的外貌,让一个个导演对其格外的照顾, 更是力捧他。 随着频频的出镜,也是让刘涛被更多人的关注到了。 谁都没有想到,拿着一本自卑的法律毕业证, 竟然转身读起了剧本,做起了演员。 2000年,在朋友的推荐下,他去外来媳妇《本地狼》的剧组, 饰演三媳妇胡杏子。 而这个朋友,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,为什么会推荐他? 就不得而知了。 因为这部角色,也是让刘涛正式出道, 尽管戏份不怎么多,但刘涛的优势就是貌美如花。 随着这部作品拍得也是越来越顺畅时,刘涛却选择了退出。 本身这部作品就是边播边拍,而刘涛的出走,也是让剧组很为难。 毕竟这部剧在本土是非常火热的,那收视率也是非常高。 即便是制片人亲自出马,为其加了片酬,还打了一手的感情牌,但仍旧没有留住它。 原来,刘涛被台湾的金牌制作人杨佩佩看重,将其推去了穷瑶剧《还珠3》的剧组。 面对穷瑶剧和广东本土的外来媳妇本地狼,孰强孰弱,一眼便知,他毫不犹豫地放弃后者,选择了高知。 要知道,穷瑶不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内地,都是行走的造星工厂,从他手里出来的艺人,几乎都成名爆红了。 尤其是《还珠》系列的前两部,可谓是风靡整个亚洲,那几个主角,更是成为了演艺圈的当红艺人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那点提起来的片酬,丝毫比不上巨星们。 所以,在刘涛走后,外来媳妇本地狼的三媳妇胡杏子,也是匆匆地远赴日本,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前。 不得不说,这编剧不愧是编剧,怎么样都能够将窟窿补回去。 反观琼瑶阿姨,在这第三部上,吃了原班人马的闭门羹,但她仍旧精心地打造第三部,更是在选角上费尽心思。 面对琼瑶的选角,很多人都纷纷前来,尤其是《沐沙公主》的角色,都有很多竞争者。 尽管有杨佩佩的推荐,但她也只能走普通的通道,和别人一样,整整午夜的台词,全是菜鸣什么的,剧组要求他们试镜的人背下来,才录取。 背水一战的刘涛,发奋图强在规定的时间内,背了下来。 在琼瑶剧中,几乎都是俊男靓女,而漂亮的刘涛便这样进入到了剧组,成为《沐沙公主》。 而在那个时候,她就已经明白了,漂亮就是演艺圈的资本,但也需要努力,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只是她没有想到,有着诸多作品的琼瑶阿姨,在竟然史无前例地翻车了。 尽管琼瑶花费了大功夫打造环珠三,但迎来的却没有之前好,被无数的口水淹没。 就连饰演紫薇一角的马依丽,也是被纷纷吐槽不已。 尽管这部剧没有想象中的大火,但却给这些演员带来了助力,就如同马依丽,在这部剧后,便踏上了演绎的辉煌之旅。 反观刘涛,也是在这部剧后,积攒了不少的人气,毕竟这是被琼瑶所看中的人。 看到荧幕上亮丽十足的木砂公主,张继中也是按耐不住那颗骚动的心,一个电话就邀请她去试镜金庸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。 2002年,刘涛坐上了去天龙八部试镜的飞机,但没有想到,在这趟飞机上,竟然会遇上一段孽缘。 其实,在刚出道后,就有不少记者和媒体,会时不时问道,刘涛,你想要找什么样的老公? 原本腼腆的她,只喜欢智慧型男人,但在年纪的上升,也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。 她的给了一个答案,像乔峰那样的男人就是我想嫁的男人。 因为要去天龙八部试镜的她,也是提前查找了资料,看了天龙八部,做足了一切的准备。 在飞机上,满怀期待的她,却看见身边一个男人手捧一本天龙八部,正在看得津津有味。 面对这个儒雅的男人,刘涛也是很为好奇,想要与其攀谈,便亲切地问道,你喜欢看这个? 她回头面带微笑地对她说,我是看金庸先生的书长大的。 简单的一句对话,让两人对彼此都有了好感,便开始畅谈起来了。 在一番交流下,刘涛也知道这个男人叫李伟民,是建筑行业的人。 短短的几个小时,虽说没有发生点美好的故事,但这邂逅无疑为日后的永娥事件埋下伏笔。 在天龙八部选角的片场,刘涛以甜美的外表,在开机前拿下了阿珠这个角色。 凭借阿珠这个角色,刘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,一举成名的同时,还被评为了校园里的梦中情人。 尤其是那段阿珠和乔峰的生死别离,更是赚取了一大波观众的眼泪。 在戏内,两人是你浓我浓的,生死爱情令人惋惜不已。 没有想到,两人竟然还延续到了戏外,面对两人的绯闻,刘涛也是大方承认了这件事情,假戏真做地爱上了乔峰胡君。 据说,胡君面对青春靓丽的刘涛,是格外的照顾,在这照顾下,还忘情地玩起了永娥。 娥是什么样的叫声,大家都知道,半夜,刘涛学娥的叫声从胡君的帐篷里传来,怎么回事,大家心里有数了吧? 甚至连整个剧组都被震动到了。 尽管胡君是刘涛想要嫁的男人,而且也是假戏真做地爱上了,但终究是分道扬镳了,毕竟胡君是有家事的人。 就算是情不自禁地永娥了,但在散去的时候,还是要散去。 因为阿珠这个角色,声名确起的刘涛,可谓是戏约不断,常常在各个城市奔波,也是赚下了不少钱。 2004年,大赚一笔的刘涛,也是直接斥资在上海买下一套房。 在装修的时候,朋友站出来说要帮他介绍一个设计师。 巧的是,这个设计师正是当初在飞机上遇见的李伟民。 当听到李伟民的名字时,刘涛还心跳加速,满心期待。 在朋友的引荐下,两人见面了,互相见到对方,都感到很为惊讶,同时也默契地相识一笑。 意味深长的一笑,两人心领神会。 根据刘涛的要求,李伟民也是为其设计出了小天堂。 殊不知,这个小天堂竟然会成为他们永恶的爱潮。 两人在一来二往的交流下,变得熟络起来,而李伟民也是对刘涛表白,我精心设计出这份效果图,其实是为了我自己。 哟,这下暴露出来了吧,装修装修,竟然打上了东家的主意。 原本就对李伟民很有好感的刘涛,自然也是头怀送抱,养人转身就开始了吟诗永恶。 在交往的过程中,刘涛也是发现了,李伟民就是梦寐以求的智慧型男人。 2005年,刘涛在拍完戏后,准备奔赴李伟民的怀抱共度情人节。生意失败的李伟民却打来电话, 涛涛,如果我哪天变成穷光蛋,你还会爱我吗? 刘涛满是深情地说,伟民,不管你怎样,我都爱你。 为了这段爱情,刘涛甚至还将自己的积蓄交到了李伟民的身上,安慰和开导李伟民。 这一次,在刘涛的默默支持和帮助下,李伟民很快就扭转了局势。 仅仅几个月,李伟民便向刘涛求婚。 27岁的刘涛接受了49岁李伟民的求婚,低调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只是没有想到,这段婚姻竟然是一个套。 在婚后,刘涛继续在演艺圈中散发自己的光芒。 趁着《阿珠的热度还在》,也是接下了好几部戏。 流转在各大片场的刘涛,似乎也是忘记了家里的丈夫李伟民。 毕竟在当时,刘涛并不算是演艺圈的当红女星, 一边要到处找资源,一边又要丰富和维护好那些影视大佬。 比如,张继中,刘涛就维护得相当不错, 尽管张继中在忙,都会不远千里地去为刘涛捧场。 这样的婚姻早晚都会出现问题, 果然在事业步入到正轨的刘涛, 也在爱情的婚姻中走向了尽头。 他和李伟民的分手,至今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, 有人说是李伟民投资失败, 有人说是刘涛不想做家庭主妇。 投资失败的说法,更是一些可信, 因为在后面,有媒体爆出了李伟民的生活落魄。 从一个事业有成的富翁, 转变成为了一个生活落魄的穷人, 这的确也是一个伟豪门。 但不知道的是,刘涛是怎么样解套的。 尽管这手段成迷, 但另一个套却早已下好,等待他的到来。 2007年,靠着炒股坐拥200亿的王柯, 坐稳了京城四少的位置。 看着同围,四少的汪宇, 已经和好几个漂亮的当红女星, 玩起了永娥, 而她似乎也是磨刀霍霍, 想要展现一下自己。 究竟刘涛和京城四少之一的王柯, 会擦除怎样的激情火花? 娱乐大爆料,每天爆猛料, 欢迎收看刘涛传下集。